要说在地上谁跑得最快应该是火车了吧 专车专道 甭管是人还是汽车 你都得给他让路 可是在泰安慈瑶 一列火车竟然被人给拦了下来 这是谁这么大胆啊 敢把火车给截停了 早上七点多钟 将近八点钟的时候 晚上因为头天晚上我们都一直在干活 晚上我们也在铺鬼也在干活 回来最后一趟回来的时候 铺完鬼回来 有的男车有二十多个人 当时就是有的手里面拿着十枕 就是你要强行过的话 他就拿十枕打你的车 所以我们没办法只能停下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火车头 现在是停在铁轨上面 那么在这个火车头的后面呢 还拖着修铁路时所用的设备 我身旁的这一条铁路啊 是正在新修的山西太原 通往日照的一条新的铁路 那么这一段是山东的慈瑶段 火车里面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他们在这里已经停了四天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停在这里 而不是继续施工呢 现在大家往前看 在这个离火车头 大约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啊 有一群村民在这里坐着 他们是打着伞 穿着雨衣 拿着暖瓶有几个呢 是直接坐到了这个铁轨上面 就是他们阻止了这个火车头的前进 那么他们为什么拦住这个火车头呢 一到这个地方是七条路 七条路因为他建廖船 跟他走了六条的 就剩这么一条路 下雨这个桥中几飞 一个是上学的学生 来回来的南来的北方的话 都都是这个路 车辆在的话很不寒险 走多次他不会解决 背后没法的老朋友 别的制度的 那这是制法的 那别的你没法的 在马上马上到了 开始这个这个 这个状态都负了都收窍 你收窍的话 你都过不来过不去 你怎么办 逃不给借窍 原来新秀的铁路 横川慈窑镇 大洲 庙西 关庄 引寨 四个村庄 铁路离地面十米高 就像一堵城墙一样 挡住了串联几个村的大小道路 只留下了一个高5.3米 宽6米的寒洞 正是这个寒洞 让村民们非常不满 通过镜头 大家看到地面上有一大滩积水 那么这滩积水呢 就是在村民们意见都很大的 这个寒洞门口 现在再来看寒洞里面的这个路 也是坑坑洼洼的 一直没有修好 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呢 有一个排水沟 但是这个水沟呢 并没有通到外面 也排不出水去 如果这个寒洞里面汇车 或者是下雨天有积水的时候呢 这个水沟也会给车辆造成危害 就这样 四个村的村民们24小时轮流值班 拿着暖瓶水壶 吃饭也不离开铁路 平时就打打扑客聊聊天 而铁路方 每天有人给被困的司机送饭送水 双方倒是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到今天 已经对峙了整整四天了 我们一天几百万了 当委一天就几百万 现在可能七八百万有了吧 第一次撤洞的 什么样子 他愿还是你可以撤字 夹盘 记者和铁路部门取得了联系 他们说现在正在和当地政府进行协调 希望这个疙瘩能尽快的解开 你别说钱财损失大 人也耗不起